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圈 今天我们做的日本食玩是画画软糖 那我们要画合同 这个系列的模具有三个种类 那背后呢有制作方法的介绍 做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材料 首先是粉末包 有黄色的柠檬味 绿色的苏打味 红色的葡萄味 还有做脸的粉末是苹果味的 有一根长长的小勺子 那我们这个模具呢是这样的合同 它的头上是一片叶子,没有花 这里还有一个小勺子 我们要把它取下来 用来舀水的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脸部用的粉末 倒在这一格 圆圆大大的脸 这包粉末是苹果味的 轻轻地敲两下 把表面弄平 再往里面加水 加常温可以喝的水 我们慢慢地加 把所有的粉末都打湿 水呢不能加太多了 然后再倒他的眼睛 然后再倒他的眼睛眉毛 用这包红色的粉末 这包是葡萄味的 这个弯弯的是他的眉毛 还有他的舌头 用勺子把表面铺平 好的,然后这包黄色的 来填充他的嘴巴 是柠檬味的 同样把表面弄平 然后倒绿色的叶子 这一包是苏打味的 这一包是苏打味的 好了,粉末都填充完了 再同样把它们打湿 还有两只眼睛 好的,全部都浇完水了 我们过一会儿 就可以取下来了 取下来的时候 我们借助舀水勺子的尾部 正好是煎的 可以把它扣下来 好了,我们开始给河童 画上五官吧 给他装上眼睛 两个圆圆的紫红色小眼睛 还有连在一起的眉毛 像一只海鸥的形状 像一只海鸥的形状 还有紫红色的腮红 点缀之后非常可爱 黄黄的大嘴巴 像鸟的嘴巴一样 开怀大笑 最后加上头顶的叶子 最后加上头顶的叶子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呢 先尝一下它的叶子 嗯,是苏岛味的 好吃 再尝一下它的脸 甜甜的酸酸的 味道非常不错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史丸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